季凌晨和看青子的感情 可是之前好到让人羡慕 两人曾经参加过一档综艺节目我们相爱吧 在这个综艺节目中 每次看青子一生气 季凌晨就立马去哄他 节目结束之后 季凌晨也被誉为娱乐圈最佳好男友 之前上过一次热搜 是因为他俩的感情太好了 这次又上了一次热搜 也是有原因的 两人好像已经分手 而且据说是季凌晨出轨王尹 那么到底是真是假 有人说亲爱的客栈 这个节目真的是有毒 只要有嘉宾上节目 就会遇到感情不和等情况 比如说陈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次季凌晨也是 季凌晨参加完节目之后 据说是和一个女模特好上了 名叫王尹 还被亲子看到个证证 好巧不巧 最后两人也分手 也有消息称 两人已经分开一个多月了 工作室对于季凌晨的事 也做出了回应 不过工作室的回应 让人感觉很可笑 最近老季都在工作室里 没时间出轨 谢谢 这搞得出轨会用多长时间一样 有眼间的网友发现季凌晨 曾经多次出现在王毅的微博和照中 反正不管怎样 大家是觉得季凌晨出轨事件已经实锤 只是不知道出轨的对象到底是谁 渣男总算是落实了 有人说季凌晨根本配不上亲子 整个人幼稚得很 年龄差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还有的人推测 可能两人只是迎平最佳搭档 并不是真的情侣 这次也单单只是一次炒作 不管是怎样 也是让尸瓜群众们激动了好大一会 难道季凌晨同时出轨几个 真的是心疼亲子的 看到王毅的照片对我个人而言 真的是比起亲子差好多的 整个人气质也不好 之前在参加一档综艺节目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状态也是差晋级 很早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天使之路的比赛 整天搬弄是非 而且有的人根本不知道王毅这个人 如果不是这次事件 他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曝光度 据说王毅之前还和吴亦凡传出过绯闻 这就让我很猛了 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吃瓜群众们都被绕晕了 季凌晨这个人眼光也是真的不好 出轨的话